由洛杉矶华人华侨论坛主办的 从2014年两会看中国改革开放和未来发展研讨会 于3月15日星期六中午在美丽华酒店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白东时 与洛杉矶华人华侨论坛主席温慧凡 亚海迪亚市议员候选人戴守真 知名政治评论员刘青等 十多位两岸侨胞与侨领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 研讨会上大家各说己见 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两会的看法 我们今天华人华侨论坛召集两岸的海外华人华侨 一起来座谈中国2014年这个两会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来自台湾祖国大陆 在洛杉矶生活的侨胞很多 那么近一年度呢 我们感觉到两岸的华人华侨 对中国两会非常关注 他们感觉到非常的鼓舞 就是中国的两会呢 谈了许多具体的内容 关于国家未来的改革建设发展 关于民生各个方面 都谈的这个非常的具体 而且呢也谈到了两岸 怎么样在未来共同努力发展 实现祖国的这个统一 和在这个中美关系方面 这个侨胞们的热情也非常高 感到的这个中美两国的友好 两国大国这个构建大国关系 这样一个这个未来的中美发展 大家非常关注 也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近一年呢 是这个中美建交35周年 侨胞们呢也非常表示 在这一年当中 要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 做出自己的这个努力 并且呢海外华人华侨 也这个显示出了更多的参与感 对祖国建设 希望把我们的建议啊 想法啊 这个通过这个论坛发表出来 也希望这个未来多到祖国去 参与那里面的这个 未来建设和发展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两会呢召开 我们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这两会呢 它是在新的执政团队 执政后的第一次两会 是在18届三农全会 确定了深化改革后的 第一次两会 这次两会有非常大的特点 就突出一个新字 创新 所以它有新的思维 新的理念 新的举措 那么执政团队呢 也在人面前展现了 一个新的作风 不论整体形象 个人风格 语言这个发表上面 都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 大家觉得呢 他们讲的话非常的实在 他们确定的方向目标 以及呢 他们所做的这个报告 都让我们感到 他们是实实在在 想做事 实实在在 敢做事 实实在在 能做事的一般人 所以对未来 这个一年 这个改革的发展 大家充满了信心 对这个执政团队的 执政能力充满信心 对深化改革充满信心 对人民能过上好日子 充满信心 那么这次会的主要内容 当然是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 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 这个民生 所以它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都落实在人民所关心 所关注的 这个问题上面 所以我们想 在未来一年 新的执政团队 并能带定全国人民 在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 在人生方面 做出更好 更大的成就来 我觉得这一次两会 它非常强调了一个 深化改革的问题 我觉得改革 现在在中国大陆来讲 是一个刻步融化的一个 时候 如果不做的话 整个我们过去 所得到一个经济的果实 可能慢慢就被瓜分掉了 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腐败的问题 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过来 我觉得我很关心这两个 是因为这个腐败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中国大陆 就会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若是团体 他们可得不到一些伸张 那我觉得这个改革 应该先从上层开始做起 我常觉得任何改革 都是由一些大臣 过去那些像我说的 那个张居正 像是王安石他们改革 但是我觉得现在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开会 也是由领导人开始强调改革 那我觉得就是希望 他能够永远不限断的 不间断的去改下去 因为西吴奇讲过一句话 他说要实现一个中国梦 如果说要实现中国梦 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实现 改革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不能够改革的话 这个中国梦永远的话实现 而且要实现中国梦 最主要给人民 一个安定的社会 一个富强的国家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 去实现中国梦 而且我希望能够把 平均的差距 逐渐地把它拉近 对台湾来讲 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希望两岸同胞 能够携手同心 然后共同来圆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我非常大的期望 这次呢有点激动的是呢 恰巧在两会召开的 前一个礼拜 七天之前 我回北京参加了 欧美同学会 有兴在人民大会堂 四百多理事 我算为海外的理事 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读起两会的 各种文件感到很亲切 包括所有的会场 领导人的这种 讲话的作风 我们出国三十多点了 有了一个比较 更进一步 更接近的认识 所以对两会 关注的比较多一点 就说一点吧 我读了这个李克强总理的这个政府报告 而且一些这个这个各种政府的这个这个在网上的一些这个简明而要的这个总结 对这个李克强对对反腐 对反腐 坚坚反腐这一点感到非常的这个支持 他讲到这个贪腐是政府的天敌 天敌就是说是你死我活的事情 这个他们要下着这个壮士断腕的这种气势和决心来做这些事情 习近平也谈到 这个说这个宁可亡党亡国也要把这个这个反贪腐这些事情呢进行到底 作为我们海外的华人呢非常支持政府在这方面有大举措 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这是把中国推向进一步啊 这个实现中国梦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讲的题目是海峡两岸 海峡两岸我今天有四十八个字 第一个我们应该军事复兴 第二个我们应该经济互助 第三个我们要交通建设 人民交流 团结合作 第一外务 共创双云 祖国统一 国泰民安 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 然后我认为一个应该是维护历史 因为日本一天到晚都要说 否认南京大屠杀 否认未安护 我们应该要维护历史 第一外务 第一外务就是说海峡两岸要共同合作 那么呢 珍宝岛事件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情 现在是钓鱼岛事件 我们要联合一支海峡两岸要联合一支 要第一外务共同的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合 那么快就走了